2022年的夏天,你可能刷到过这样的比赛场面,也听过这样一个词。 村BA,源自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的台盘村。 每年农历6月6号开始,当地会举办有祈祷丰收寓意的吃星节,时间持续两周左右。 其中举行的篮球比赛成为了该节日中重要的活动之一。 今年的吃星节,同往常一样,夜幕降临,灯光汇聚在台盘村,红绿配色座底的篮球场上。 球场边上,里三层,外三层挤满了观众,呐喊声划破夜空的寂静。 就是这样一场乡村篮球赛,成为亿万网友投狗相传的村BA。 王在贵,26岁,是台盘村村BA的现场解说。 除了向观众讲解篮球,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,调动现场观看氛围。 其幽默的语言风格让他在这几场村BA的比赛中也出了圈。 网友亲切称呼他为气氛组组长。 就是只有你们的老板,而你们国际来帮他,才有我们现在的文化球场。 所以我们大家一主线一人都能做什么? 从他们老一辈,然后再传到我们的父辈,然后再传到我们这一辈, 这种就是一种篮球的交接棒的传承。 每一辈的话都会有那么几个人。 我的这种解说方式的话,就是说,大部分都是由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语言, 土话吧,用这种幽默的这种话题去给大家解说, 然后让大家就是说开开心心地去观赏比赛。 在我的那个幽默的那种解说当中, 马上大家更去了解这个篮球比赛。 平日在县城上班的王在贵, 从2016年开始,在台盘村担任篮球赛解说员。 吃心节比赛期间,王在贵下了班,就开车从县城直奔台盘球场。 累了便在车上休息,高强度的解说虽然累, 但是看到座无缺席的场面,王在贵再度兴奋起来。 在球的方面的话,不管是那个男女老少吧,老人八九十岁, 少的就是小朋友刚刚走路, 然后他们都会去给这个篮球运动员加油呐喊。 我们这个其实很好的能体现出这个我们这个少数民族, 这些父老乡亲们的这种团结意识。 台盘村所在的台江县,有着天下苗族第一线之称, 当地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。 村BA现场,让观众震撼的不仅仅是热闹的场面, 更是当地专属的民族文化体现。 我们中间会穿插一些我们当地的这个苗族的舞蹈,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穿插一些投来活动, 去发放一些礼品吧, 人品吧,接地去一些,比如猪脚啊,鸭子啊,西瓜啊之类的, 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特材吧。 台盘人对篮球的爱是刻在骨子里的,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。 台盘老人陆大江虽已年过八旬, 但是对于篮球的热爱, 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淡。 年轻时,他与村民们组建篮球队, 曾叱咤各类比赛现场。 如今,陆大江平日里闲下来就和几位老伙伴聚在村口打打牌。 遇到有篮球赛时, 他提前吃完饭, 拿上板凳, 又和老伙伴们去球场看比赛。 他们一看, 就是几个小时。 让陆大江欣慰的是, 村里的小孩们都接力爱上了打篮球。 下午五六点, 火辣辣的太阳退出主场, 村里的小孩们抱着篮球, 穿着拖鞋, 三三两两地走进篮球场。 他们在球框下尽情惨跳, 释放着台盘新一代的篮球实力。 我喜欢打篮球, 那几天有比赛我过来看了, 我自己来的, 来看球赛的时候, 没有座位, 看到两三点钟, 有一种行动的感觉有点想上去打。 在前东南地区, 在台盘村, 比天气更热的是当地人对篮球的热情。 在台盘人口中, 流行者天亮文化一词, 即比赛会一直打到天亮, 赛事不停, 现场热闹的氛围不减。 在台盘村, 只要踢击篮球,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和你闹上一闹。 我们村是从1940年开始举办的这个篮球赛, 一直都没有阶段过的, 一直持续到现在, 过去你去问我们村的老百姓的话, 他就会看起来就是挺精神的, 然后他就会很自信的, 他说这个篮球在我们这个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。 村BA火出圈, 这个藏在贵州生山里的小村寨, 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外地游客打卡, 这也让村里有了新的发展规划。 青年嘛, 这个农村突然火爆了, 以它为一个契机, 然后发展特色产业和文化, 还有旅游可以结合起来, 就是一个特色的乡村寨新的产业。 那计划就是要把篮球重新改造一下, 让更多的观众都可以来观看, 不要像上次那种来找个地方都没有, 然后买了很多梯子, 那你就不好了。